中國國民黨港內部指引夏大榮先生 黃金文議員 黃善哲議員 各位的古友 各位的嘉賓 大家好 今晚很高興能夠在我們這個場合 舉行我們中國國民黨一百七十歲的生日 我想一百十七歲的生日就完了 其實是一個難得的日子 因為在過去的一段日子當中 我們的總支部都沒有辦一次大型和黨慶的活動 但是今年我們覺得我們有需要 讓我們的黨員一起來慶祝中國國民黨一百一十七歲的生日 我們都希望能夠藉著這一金默銀的活動 能夠讓我們中國國民黨那一百七十步 能夠重新的出發 因為在過去的日子當中 我們的活動是相對比較鬆散 也都不能夠團結到我們的黨員同志 我們都希望能夠藉著這一次的黨慶 能夠讓更多人能夠回到我們這個大家庭 一起的參與我們黨所舉辦的活動 特別大家都記得就是接下來的一月十四日 是我們中華民國第十三任總統副總統的選舉 我們都希望能夠藉著我們的團結 能夠讓我們的中國國民黨陳榮的馬英九總統 和吳敦義院長能夠順利的當選 能夠順利的連任中國中華民國第十三任的總統 我們都見到在過去的三年多的日子當中 我們都見到我們的馬總統其實都是很努力的改善兩岸的關係 也都讓台灣的生活的水平一路的改善 民生一路的改善 當然任何的東西都沒有說是十全十美的 都是需要有一段的時間和需要有一些空間 讓我們的總統能夠繼續的擔任他的工作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能夠給我們的馬總統 能夠再四年的總統 希望能夠繼續的連任 我們都希望我們的馬總統能夠順利的當選 當然大家都知道今次的選舉是相對在四年前來說 是比較激烈和緊張 所以我們都希望能夠團結在香港 擁有投票權的我們的黨員朋友 還有台商和留台的後友 他們都能夠在一月十三號或十四號或十二號都能夠回去投票 我們都希望能夠藉著港澳我們的黨員同志的支持和參與 讓我們的馬總統能夠連任 讓我們的馬總統能夠連任 我們在這裏再一次公祝我們的黨生日快樂 也祝足在座各位身體治康 大臣多謝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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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